女孩在湖边遭遇恐怖食人鱼 在仓皇逃命之时 食人鱼撞翻木桥 女孩不幸跌进湖中 大量食人鱼蜂拥而上 姐妹情深 好闺蜜奋不顾身跳入湖中 面对食人鱼的血盆大口 两人最终能否逃出生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食人鱼三弟弟 作为食人鱼三弟的后续之作 故事将更加惊险刺激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维多利亚湖惊险食人鱼后 原本赫赫有名的春假之都 一夜之间变成死城 这场灾难让几十个年轻人丧生 也让当地的经济一蹶不振 转眼十二个月的时间过去 食人鱼风波也逐渐平息 谁都没有想到 在距离维多利亚湖不远处 一个名叫食子湖的地方 正在酝酿一场新的灾难 深夜 两个渔民在食子湖游荡 湖上漂浮了一只死牛 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 渔民想将死牛打捞上来 不想却戳破了死牛的肚子 打火机点燃的一刹那 惊天的火光冲天而起 隐藏在死牛腹中的食人鱼幼崽 伴随着那声巨响出事 不顾一切地扑下两个渔民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两个可怜的人就成了食人鱼的饕铁盛宴 灾难的征兆已经遇事 享乐的人们却丝毫不知 距离十四湖不远的一家水上乐园 这两天正准备举办开园仪式 马蒂的继父是这里的老板 为了进一步吸引顾客 在水上乐园建立了一个成人泳池 延延夏日 这里是成年人快乐的源泉 不过这一举动让刚刚归来的马蒂难以接受 水上乐园是母亲一生的心血 也是承载着自己回忆的地方 奈何继父掌握了51%的股份 尽管心中不悦 却也无可奈何 夜幕降临水上乐园已久热闹无比 马蒂与西日的好友相聚一堂 岁月早已让彼此有些生疏 一头金发的女孩叫希尔比 暗恋这个叫乔西的男孩 一头黑发的女孩叫阿希丽 与男友维斯赶紧身后 这个小个子的男生叫巴黎 从初中就开始暗恋马蒂 不过当时马蒂信有所属 他所在乎的是这个警察凯尔 马蒂离开之后两人也就分手 一些人喊醒之后各自分开 希尔比约巧妻来到十字湖 名义上是一起游泳 其实是想借助夜色的温馨 深坏一下纯洁的革命友谊 黑夜的十字湖波光灵灵 青春的气息弥漫四周 两个年轻人在水中享受春光 正在干柴烈火的时候 希尔比突然觉得水里有东西 似乎已经钻进自己体内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两人匆匆穿好衣服离开 另一边的好闺蜜阿希莉 与男友同样来到了十字湖边 此时正准备和男友在车上激战 男友激动地蹬掉了首杀 等到阿希莉反应过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滑进了十字湖 大量的十鱼幼崽 伴随着湖水进入了车内 疯狂地撕咬着男友 阿希莉惊慌失措 抛弃男友爬出车子 向四周求救却无人应答 第二天 警方在湖里发现了那辆车 车里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阿希莉和男友神秘失踪 昨天还在一起的好姐妹 今天就这样忍间蒸发 希尔比内心惆怅 与马丁一起来到湖边谈心 在湖面晃动的脚丫子 似乎激发了十人鱼的食欲 猛然沉出水面 希尔比侥幸闪过 十人鱼的攻击愈发猛烈 两个女孩急忙向岸边跑去 十人鱼则汗不畏死 直接撞翻了木桥 可惜希尔比的大长腿 原本能一步跨过 却因为心中的胆怯 生生自己绊进了湖里 大量十人鱼一涌而上 马蒂横跨一步跳入水中 经过一番激烈的缠斗 总算是带着希尔比爬到岸上 两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一条十人鱼突然窜出湖面 好在马蒂身手敏捷 双手死死捏住十人鱼 又是一番折腾 总算将这条十人鱼拍死 为生而来的巴黎 认出了这条恐怖的鱼 此前他曾在网络视频中见过 视频是研究十人鱼的教授发的 几个人连夜找到了教授 教授家里就养了一条十人鱼 用来研究这种恐怖鱼种的习性 这种鱼拥有锋利的牙齿 和坚硬的外表 能够轻易撞破镀心钢板 十人鱼本名叫水浒鱼 生活在地下湖泊和河流中 已经存在数百万年的时间 它们对二氧化流非常敏感 十字湖中之所以会出现十人鱼 就是因为马蒂家的水上乐园 游泳池里的水进化后 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流 这些废水直接被排到十字湖中 久而久之就吸引了大批 食人鱼聚集 从教授那里离开后 几个人来到水上乐园的排水口 马蒂戴好防护面具 跳入水中 很快就找到了排水口 贴网接近十时 并没有任何破损的地方 说明食人鱼还没进入水上乐园 意外却突然发生 一条十人鱼撞破防具 这一幕看得巴黎十分着急 奈何自己不会游泳 只能干等 好在凯尔水行精湛 跳入水中救出了马蒂 几人心有余悸地各回各家 希尔比再次找到乔西 希望用爱情的力量 驱赶内心失去闺蜜的悲伤 这样的好机会 乔西当然不会放过 就在两人快要达到巅峰的时候 希尔比体内似乎有东西窜出 整个人也开始口吐鲜血 乔西猛然觉得当下一聊 低头一看 一条十人鱼正在享受美味 任着巨大的痛苦 乔西很下心来 挥刀子宫 当希尔比再次醒来的时候 地上只留下了一条十人鱼 第二天 水上乐园成人泳池正式开业 马蒂的继父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大名鼎鼎的救生英雄霍夫 看着下面无恙无恙的顾客 继父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马蒂匆匆找到继父 说出了继父的不法之举 继父为了节省成本 自己在后面偷偷打了一口井 这口井只通地下湖泊 那里正是十人鱼主要栖息地 正是因为这口井的存在 大量的十人鱼才从地下湖泊被带出 马蒂说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此刻的继父眼中只有钱 坚决否认识余存在的可能性 万般无奈之下 马蒂只能找到警察凯尔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凯尔早就和自己的继父串通好 继父每月会给凯尔一笔钱 作为交换条件 凯尔不去追究继父私自打警的罪过 同时还帮助继父摆脱一些纠纷 两人为这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泳池中突然惊陷了一抹血迹 十人鱼撞破了铁网 涌入水上乐园泳池 大量的游客被咬伤 整个泳池一时之间乱成一团 游客们奔走逃命大声呼喊 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位勇士 这个人在第一步的结尾 手持电锯对战十人鱼 维多利亚惨案让他失去双腿 之后他将甲只改成了机关枪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在这一刻他犹如天神下凡 挽救着一条条生命 上一秒还沉浸在金钱的天堂 下一秒就跌进血的地狱 继父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明白自己在劫难逃 来到办公室带着剩下的钱准备潜逃 悲剧是跑得太快 被一个铁丝划破脖颈 脑袋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落入泳池之中 成为食人鱼腹中美食 泳池里越来越混乱 到处都是受伤的顾客 鲜血几乎铺满了整个泳池 马迪知道 眼下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改变现在的局面 那就是放掉泳池里的水 恰好此时巴黎赶到 两人一拍即合分头行动 马迪去解救剩下的顾客 巴黎则去机房开启水泵 片刻之后所有的水泵打开 泳池里的水大量推散 好巧不巧 这一举动却让马迪深陷险境 马迪此时在泳池中救人 突然被一股吸力吸向排水口 挣扎着游到泳池边 希望凯尔能对自己伸出援手 看着泳池中弥漫的鲜血 凯尔的内心深处极度恐惧 摆脱马迪自顾自的逃命 体力不支的马迪被吸到了排水口 使出浑身血树 依旧无法摆脱犀利 更加悲剧的是 一条食人鱼已经向他扑来 巴黎开完水泵与马迪会合 恰巧在泳池边见到这一幕 随手抛出一只鱼叉 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定 鱼叉不偏不倚 刚好插中那条食人鱼 眼见女神的生命垂危 巴黎顾不得自己不会游泳 一口气窜入泳池 成功将马迪救出 行后马迪心里无比感动 一颗风心已经放下凯尔 悄悄飘向了巴黎 危机平息之后 马迪突然接到教授的电话 教授有了新发现 食人鱼还在进化 他们已经开始学习走路 此时就在马迪的眼前 一条食人鱼缓缓爬上泳池边 小男孩无知无畏 用手机静静地拍摄 食人鱼一跃而起 扑向小男孩 仅仅只是一刹那 小男孩的脖子上 亦是空空如也 只剩下如喷泉般的鲜血 故事到此结束 食人鱼三弟弟 是2012年上映的一部恐怖片 电影基本上延续了上一部的特点 高校的过程中夹杂着血浆 在此类恐怖片当中 也算别具一格 看完整部电影 小雪突然顿悟的一个道理 大清世界无奇不有 明明中的一报还一报 时时刻刻都在大自然中上演 恐怖的食人鱼也许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 请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